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非常的动荡 这个动荡的原因就在于 托洛茨基分子在西方掌权 托洛茨基主义 它所代表的就是不停的折腾 不停的革命 不断的革命 也就是说 按照政治意识形态光谱来讲 是倾向于叛逆当中的绝对 绝对叛逆 所以说你要知道 当今天这一群白左政府控制的西方的时候 他们基因当中的托洛茨基的这个影子 就开始不停的进行核裂变 所以这个世界才会如此的动荡 如此的连一天安宁都不存在 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一点 你就能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世界 在当下你应该如何的去生存 所以中国目前 我们能够保持这样的内部稳定 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点不得不拍个马屁 像中共的高层 咱们这就是明的拍个马屁 这是实实在在的 因为我 因为老兵在全球各地 网友也很多 包括认识的同僚也很多 很多人他都跟我讲 现在这个情况 各方面经济 各方面这个前途 命运都很难熬的 尤其是现在很多 在欧洲的小伙伴都回国了 为什么回国 欧洲现在什么样子 美国现在是一些大城市什么样子 到处都是帐篷 干嘛呢 是不是 原来你散步的 批情操的 约妹子见面的公园 你现在还敢去吗 你敢去 你的妞 马上被那一群 难民移民 给轮爆了 你 叫你的朋友观看 把你钱穿过去抢掉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东西 昨天 捷克十万人 全国总罢工 很多人 什么叫全国总罢工 就那些人他都没有 很多人都没出来 但大部分的人已经出来了 不止十万人 我昨天问了一下 捷克的各个城市 都有这个游行示威呢 这个反政府 这种可以说是骚乱 骚乱这个词的下一步 那就是他妈的 就是推翻政府了 所以说今天呢 他已经蔓延到了荷兰了 荷兰抗议政府大集会 布拉格爆发抗议反对欧盟和北约 欧洲多国或面临冬季能源短缺 9月4号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 荷兰民众参加抗议荷兰政府的集会游行 抗议包括荷兰政府对新冠病毒和措施的 还有以及这个环保政策等 下一个不知道是英国伦敦还是德国柏林 看看欧洲各个国家哪个线无法承受 那么大家要知道 我们呢我在网上的看到一些这个文章啊 包括在网上也也有啊 就是说他这个文章是什么 是那个贬低俄罗斯的 就是说哦 俄罗斯断气对欧洲没有影响 然后那个欧盟的所谓这个主席冯德莱恩呢 说要对俄罗斯天然气设置价格上限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谁有定定价权 对吧 啊 你现在比如说啊 你美国也卖给俄罗斯 中国 这个中国这个俄罗斯也也卖天然气 但问题是 没有谁可以取代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 因为这个东西太明显了 你从用管道打过来的 跟美加用船运过来的 哪个贵 哪个便宜 哪个人工成本高啊 对不对 那你欧洲不是买 不是买方市场 你要搞懂这一这一切 啊 俄罗斯现在是俄国的卖方市场 还有你还有你那个 呃 为了收割你欧洲的美国跟加拿大的 他们加起来是卖方市场 不是你买方市场 你无权选 你无权选择的 那么我看到一篇文章是这样子讲的 说 其实欧洲各国啊 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依赖啊 这个都不一样的 主要是东欧跟中欧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 南欧呢 对吧 什么啊 意大利了 新烂了 西班牙了 葡萄牙了 啊 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不高 法国呢 更加不高 核电比例达到76% 核电啊 然后呢 包括什么比利时 荷兰这一片 就是说 呃 这一片的这个 这个低地这些国家 包括卢森堡啊 呃 包括什么瑞士这些 都是用法国的核电 它的核电还出口 就有核电的配比的 然后呢 说挪威呢 挪威是北欧五国的天然气依赖 现在呢 俄罗斯不公器了 挪威呢 成为了这个欧洲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了 啊 这个文章就把 写的就是说 毛子断气根本没用 最终倒霉的就是毛子 毛子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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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那不行的 对吧 大家要知道 这种文章写的 让我给我感觉就是很没有水平 现在这个网上啊 做视频的也好 写文章的也好 很多都极其没有水平 啊 极其把这种新闻都是表面化 和表面化的解读 和他们的碎片化 那么大家要知道啊 那么如果说 啊 这个捷克 他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 现在油气资源 啊 现在因为这个 跟毛子的这种敌对情绪 啊 他们整个欧洲啊 就跟澳大利亚一样的 澳大利亚他也以为 中国采购他的商品 他就是他妈的甲方了 我们是乙方 放了一个驴儿屁 那现在 中国断掉跟加拿大的 跟澳大利亚的这些啊 除铁矿石之外的 所有的产品的来往 我想请问中国完蛋了吗 中国没有完蛋啊 全世界最稳定的一个大市场 是在我中国 我14亿人口 而且我的中产阶级比例 开始往上走 那我这里是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我是甲方 你是乙方 你的产品不是不可替代 是可替代的 铁矿石是没办法 暂时没办法替代 但是 在我们的压力之下 也是用他妈人民币进行结算了 那么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澳大利亚跟欧洲这些 第二世界国家 都他妈的是傻逼 欧洲也认为自己是他妈逼 我是甲方 你卖我天然气 你是乙方 放你个驴儿屁 你是个标准的乙方 你懂吗 你叫俄罗斯得叫甲方爸爸 那么刚才我那个分割区块 各个不同欧 中欧 东欧 南欧 西欧 北欧 它不同的这个天然气 那么大家想想看 如果说真的像这个我那里讲的话 那欧洲现在天然气 为什么价格这么高 我们都知道 三千五百美金每一千立方米 原因是什么 昨天我其实已经讲过了 对吧 原因就是你的气不足吗 生多粥少 生多粥少 那这碗粥 它不就是价格往上标吗 价高者得吗 这不就是他们的资本主义世界的 什么的这个理论 核心理论吗 对不对 对吧 毛子他通过 这种 你还有 至少十个欧盟国家 在买俄罗斯天然气 而且得用卢布制服 而且得用卢布制服 就是这十个中东欧的国家 那么 有的人说 那我走那个阿塞拜疆 这条线 阿塞拜疆 大家都知道 也是一个 这个能源输出大国 是吧 它的天然气 石油 从离海这个地方过去的 当年大家要知道 希特勒 打那个所谓的 就是派那个 麦什泰因 我记得 麦什泰因是这个南线的 对吧 它分为三条线 一条是攻 是米德堡 一条是直攻 莫斯科是古德里安率领的 装甲群 钢铁洪流 干那个 莫斯科 南部就是麦什泰因 对吧 麦什泰因当时 为什么从乌克兰这里 攻过去 攻到 现在的福尔加格勒 也就是当年的 斯大林格勒 在打到 这个 格鲁洁亚 往阿塞拜疆 它的目标 就是阿塞拜疆的巴库 就是要控制 离海的 油气 这个资源 尤其是这个石油 这个资源 就是在离海这一带 所以说 它 在攻到了 俄罗斯南部的 福尔加格勒的时候 就斯大林格勒的时候 打不下去了 然后突然之间就反攻了 圣彼得堡 它根本没打下来 对吧 顺别的把他们的 这个俯观向抵抗 叫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保卫战 大林格勒保卫战 还有这个 就是这个莫斯科保卫战 三个舱保卫战 同时打赢 同时开始就反攻了 就是二战的转折点 就这么来的 那么 阿塞拜疆 他的总统 我说过 阿里耶夫 昨天为什么 接受采访 原因 他说 我不会跟俄罗斯 去抢市场 原因在于什么 毛子也有牌 牵制你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毛子什么牌 牵制你 不就亚美尼亚吗 不就纳卡地区吗 我毛子现在在这个地方 设立所谓的维和区 明显倾向于亚美尼亚的 大家都知道 去年打的那个亚美尼亚 跟阿塞拜疆的这个武装冲突 毛子最后毛子介入 阿塞拜疆只能吃掉 一半的纳卡地区 还有一半 他吃不了 但是从军事上来讲 阿塞拜疆只倒黄龙 把亚美尼亚给灭国 都是可以的 因为他现在用这种 无人机这种打法 对吧 那么他这个总统 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 不就是毛子在这里控制他吗 妈的 你如果敢跟我抢市场的话 这边的话就会 就会给你颜色看了 他就支持 完全支持这个亚美尼亚 俄罗斯在亚美尼亚 还有驻军的 对吧 所以再说了 你这个管子从离海这边 你是这个油 这个油气 这个采 这个采区 它是跟俄罗斯 是共同拥有的 你懂我的意思吧 阿塞拜疆自己也有 但是那个产区 没有在离海中部 跟俄罗斯共同拥有 这个地区一样多 然后这根管子 你走哥鲁吉亚 对吧 走哥鲁吉亚 有一条是到土耳其 还有一条是通过这个黑海 那我想请问黑海是谁控制的 从黑海进入保加利亚那条管子 你黑海谁控制的 为啥俄罗斯有个黑海舰队 那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我靠 我不好意思 我这里搞军演 我不小心把这个管子搞爆炸了 对吧 好 然后你说阿尔及利亚这些国家 给南欧搞天然气 什么北非 中东 这又是撤驴弹 为什么 现在你别看毛子跟乌克兰 所谓跟土耳其搞出了一个 什么运输粮食的计划 为什么这些粮食之前不能运出来 而之后能运出来了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中东北非一个一个国家跑 是去干嘛的 是吧 包括非洲国家联盟的主席 北非这边的 也有一个什么联盟主席 去莫斯科 见普京去了 为什么 这些国家是有天然气啊 但是他不敢降价销售 俄罗斯没有说 你们不能卖 那这个太霸道了 这是人家国家的主要 这个外汇收入这么来的 你卖可以 但是你价格不能给我低 价格就 就就就就说 你不能出现什么 现在三千五百美元 每一千立方米 你小子啊 算了 我两千美元也可以卖 对吧 你这个劳乱市场秩序 对吧 这个是不可能的 原因是什么 你的粮食全都控制在 毛子手里面 毛子为什么要控制 这个赫尔松州啊 乌克兰的第一大粮仓啊 包括福尔 包括那个地涅伯和的出台口啊 不就运粮食过来的吗 对吧 现在我给你放开的来运 就是你中东跟北非 你得给我老实一点啊 不然的话 我粮食给你断就给你断 他们当然不敢不敢掉 这个也被毛子 被普京 这是狡猾的狐狸 精细的给给操盘了 那么好 你说这个西欧啊 法国搞这些天然气 不是天然 搞核电 大家要知道 法国的核电站 那每一座那都是他妈的 四五十年以上的历史啊 好 四五十年以上历史啊 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核在发发电啊 对吧 你这个核反应堆 你是损耗很大的 他现在很多厂子都在检修啊 而且很多不稳定啊 在检修加上不稳定 他之前的这个 法国的电力价格也是在暴涨的 对吧 你他妈关一下子关十座 一下子关五座 你当然 对吧 你的这个量就保证不了了 对吧 那还有一个 你核电站发电需要什么 需要诱矿吗 呃 法国为什么要派法国外企兵团 在非洲这个地方到处驻军啊 不就是要在这些 不就是要搞这个诱矿吗 法国一二年打马里什么原因啊 不也是马里 他西部图安雷洛能控制区域就是他妈的这个产右矿的 那么大家有最近有没有注意到一些新闻 就近一两年 在毛子打乌克兰之前 一年两年前的时候 俄罗斯的一个雇佣兵团叫瓦格纳 瓦格纳 突然之间在出现在北非这个马里 阿尔及利亚 利比亚 出现在利比亚 阿尔及利亚 出现在加鹏 科特迪瓦 等于说 整个啊 这个撒哈拉 这个这片地区的非洲 有很多毛 有毛子 开始在这里揭露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不就是对你的这个右矿争夺去进行控制吗 对 也许这个矿是你法国控制的 但是你这个矿运输出来的必经之路 这片区域 不好意思 是我毛子复制的 或者说我就是我毛子控制的 那你得交买路费吧 过路费吧 那你这个右矿 我是可以 你是可以运到法国去 但也有可能你运不过去 也有可能被扣押 也有可能你这一批右矿的 啊这个价格特别高 这些右价格特别 一下子被压高了 你过路费 对吧 此处是我在此处 此处是我 是我开啊 留下买路钱 那这个价格不就往往上走了吗 往上走了以后 那我想请问 你这个生产成本不就高了吗 生产成本一高 不就是羊毛耗在羊身上 又他妈的法国老百姓去买的 那你法国的这个核电 都是配给比利时 配给河南的 那你现在又要 那你只能大规模重启 他妈那个逼的 所谓的这个 啊 火力发电厂 又是刮了 烧了他妈逼 那个火力发电厂 那污染环境多严重 是不是 你冲击火力发电厂 然后你又禁掉了 俄罗斯的煤炭 本来俄罗斯的煤炭 价格又便宜 又他妈好 又禁 你现在问加拿大 问美国买煤炭 然后从那地方 他妈 然后你 你搜远洋巨人跑过来 你得多少 多少钱 你那个夜化天然气过来 得多少钱 我就说了 德国啊 那个文章写的 德国有那个气 不怕 哎 你冬天 你他妈现在这个气 你现在这个配比 你现在有多少人 在开暖气啊 还有你多少 你多少 你这个工厂 你冬天那个 整个工厂里面 厂居暖气不断的 你都得他妈的用 这个量 跟你储存进来的量 是不成正比的 而且你又得罪环保人士了 所以你他妈就到处搞吧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说新闻是这么解读的 我刚才讲的那些 他的新闻会告诉你 会跟他们这么的统一的来告诉你吗 所以现在需要自媒体 需要实证up主 是来 我们是来干这个这个事的 你没注意的东西 我通通给你注意 我通通给你串联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新闻 完整的这件事情 呈现在在各位眼前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 喜欢点赞订阅 谢谢 谢谢